沒試過香蕉皮 牛扒吐司 然後有一個好像橋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過去的 不好吃 真奇怪 我想搗這隻船很久了 一百三十八元吃就夠便宜了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 蛤 為什麼無緣無故會有子彈給車尾 幸好你今天沒有半天 所以那個位置又高了 會不會多了一碟海南雞粉 嗨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Blue Stamp Cafe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進去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好 跟我來 好啦 我朋友El帶了我來這間Blue Stamp 就是在一個粒泡區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哪裡 我稍後在Google找個地址給大家看 它這裡的環境很特別 雖然在鬧市兩邊都是馬路 它有一種圓林美景的感覺 然後野食很美 真是超美 我看到它的照片我就要必點 首先有這個牛扒吐司 我先試一下 麵包很鬆軟 再加上牛肉 有點像吃漢堡包 牛肉加麵包 然後另一個就是這個香蕉豆腐 這個是190匹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除了這個是Caramel的香蕉 先試一下 其實應該吃到雪糕都溶了 它不是很甜的焦糖 很微甜 很奶油 雪糕也很好味 有果仁 El說這間的焦糖醬是他們自家做的 很好味 好 先試一下湯 我們就淋了蜜糖 它的質感也很硬 很結實 它連上香蕉皮來燒 是不是真的可以吃到 沒試過香蕉皮 很好吃 很好吃 這個麵包很結實 我會試試吃 你們拍下我試試吃焦糖醬 加上焦糖醬 這個焦糖醬是可以吃到口 但說不上好吃 這間咖啡 其實它最有名的就是咖啡 可以選擇不同地方出產的咖啡豆 去做它的焦糖醬 它的焦糖不會像外面一樣 死甜的 它是甘甜 因為焦糖醬是他們自己做的 所以也挺特別 很臭 奶味很重 少少甜 今天我們就試一下這個冰釀咖啡 用低溫 即是冷水 將它們的咖啡粉浸過夜 而它們的冰釀咖啡 是有四個地方出產的 我們就點了這個 是一種咖啡豆的咖啡 它比較酸一點 但也很濃 我也試一下 對我來說 它們都是苦涼茶味 拜拜 好好吃 一起吃吧 不要拍 我第一次在泰國試坐這個電單車 想不到它們乘客是不戴頭盔的 在這個馬路上飛遲 我真的非常害怕 好害怕 原來我們要坐電單車去一個碼頭那裡 好了 我們剛剛下了電單車 來到這個碼頭 但我看到對面有便利店 然後有一個好像橋的東西 是不是可以過去的 對呀這個可以過去的 我們這樣坐上去 它們就會按那條威亞島 噢好可愛啊 要不要付錢的 要付錢的 OK我們試一下坐 嘩 我現在就上了船了 看到 我們現在上了船了 咦 原來已經過了 過了 挺有趣的 想過去對面買東西 要付錢過 原來呢 這裡的貨條只有三支而已 但有光臣也要付錢 是兩間不同的店 我們現在就過了對面岸 就可以去便利店買東西 這個體驗也挺有趣的 可能真的有些人方便回家 交給他買飲料 我就繼續拍片 過一過河又付了三支 其實這支飲料也挺貴的 好 OK了 OK了 那我們現在真的走到這個碼頭 那裏坐船仔 多少錢呢 如果我坐這隻船仔 二十大豬 五元港幣 四個多 嘩 好熱啊 但是現在 嘩 上船了 我想坐這艘船 很久了 之前一直都不會坐 說錯了 原來是19匹 是19匹 不是20匹 差1匹 失落 有信念 是19匹 要這麼小便 至於我們 自身 西匹 19匹 1 2 1 我坐船都坐了多久 都還沒到 它已經搬不床了 我們現在到了 我們現在就下了船 這裡是Chi Lom? Badunam 這裡就是水門市場 旁邊就是水門街 我經常都在這裡見到人坐船 我第一次來到這個Badunam站 就是搭船 平時都是搭BTS的 都挺新鮮的感覺 但搭了都挺久 我現在去旁邊Superrich 就在這裡 就搶錢 在Lom已經不知道去了哪裡 一支箭走了 只剩下我自己自拍 其實這裡旁邊已經是水門街坊 今天真的曬得不幸 今天就是背心剛剛好 我們現在到Superrich了 我現在就到了這個Superrich 就搶錢了 這個是對4.85 那我們現在就搶完錢了 對面還多了一間綠色的搶錢 Ray是跟它一模一樣的 Superrich很少人排隊 所以我會選Superrich 他說熱度不低了 頂不頂得信 我想可以吃水門雞飯 OK 好 向水門雞飯出發 他就說我水門雞飯有什麼東西好拍 其實純粹我自己想吃而已 但事實的確在泰國 周界都是海南雞飯 也不需要特意來這一間 不去都可以的 唉 看到他這個樣子 聞籃嗎 哇 好像海 沙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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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熱 其實水門雞飯有兩間的 一間紅色一間綠色 我比較過之後 我覺得是綠色比較好吃 不知道有沒有變質呢 沙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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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瘦 我要瘦 沙雪坑 你是否調味 你覺得你這樣的臉會比較快一點 在拍的 一直在拍的 我會剪出你的黑畫面 最少素材包 泰奶 珍多冰 很多冰 明明叫小甜 也很好 味道很甜 原來我的耐熱能力比他們更高 試試這條春卷 醬的味道好像在吃高級魷魚一樣 不好吃 不好吃 好奇怪 好難 吃水應該是不甜 好 我們現在吃完這個水沫雞飯 就回去家裡換衣服 我們現在乘巴士回去 好貼地 我第一次在泰國乘巴士 好開心 原來現在有冷氣 好像聽說20元一個人 它的潛廂很Vintage 用了一萬年 2、3、2、3、4、1 現在就下車了 接著就走回去家裡 我們換好衣服出發了 個個穿得很帥 美女 我們現在就到了這個Asiatique 我們在這裡上這個觀光船上去吃東西 吃一個138元很便宜的自助餐 還有人妖歌舞團體 你有沒有期待 沒有 因為我貪便宜而買的 因為真的很便宜 一百三十多元 又可以上船那裏作威作風 一個非常之遊客的行程 好崩潰 因為原來這隻船 是6點到7點9 是Check It 時間 7點半才可以上船 所以我這麼早來到 還想早點上來可以拍照 現在都不能上去拍照 所以我就在Asiatique周圍找一下街 但好像沒有東西開 全部都是收拾的吉舖 很恐怖 鬼城 讓我拍一下周圍環境給大家看一下 咦 不對 這裡的店舖也很多 但以前這裡的餐廳 超多滿了 是很旺的 現在只剩下幾間 只剩下幾間 然後這裡也沒有什麼餐廳 收拾了 裡面看到是刺的 裡面是刺的 現在都沒有什麼店舖 好像很多都收拾了 以前那些小店就很少了 這裡的東西有點貴 有很多餐廳 還有!! ух! 真好吃 但要$300 更熱反 creator 我告訴我 Northern Asia 一集都收拾了 不知道還有什麼看 其實我想買衣服 但沒有衣服 這些小食物好像也挺可愛 很亮 有風 這裏買的東西都很醜 很醜 可能有些人會說我不適合你 但事實是不適合我 因為都很民族風 可能喜歡民族風的人會不適合 有些畫質很漂亮 這裏是藝術的作品 真的是那裏 歡迎大家瀏覽我的官方網站 裏面有齊我設計的時裝和飾物 全部都是人手造的 還有很多由外國手落的名牌手袋珠寶古著 全部都是以超低價發售 全部貨品每款只有一件 去不到旅行可以上去尋寶 訂閱官方網站 還會定期有優惠券送 記得登記 我們一起繼續收看今集的節目內容 我發現了一間賣洗澡 翻簡的店 裡面很多泡泡肉球 很多很可愛的館 很漂亮 190元也不算貴 很漂亮 這麼大 如果在LUSH買的話 要100元 之前我買過這些翻簡 我覺得很亂質的 它的樣子 像五馬六 我覺得用來洗手的時候 很不錯 手感 不會乾 不會癢 我覺得是值得買的 但自己要價格 我剛剛買了一個泡泡肉 它是190元 1個 380元 2個 買2個 買1個 送1個 380元 3個 旁邊的店鋪 已經是300元 3個 是要價格 但我買的那些款 它們沒有的 BubbleBuff的球 是有分多泡和小泡 我看到它們便宜的是 小泡 很大 因為它說這個很多泡 它的體積是比較小 所以我就買了小 多泡 不知道可否用 買一塊 我很喜歡這個鎖匙扣 不如我買來送給觀眾 做紀錄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喜歡呢 我想買一件民族衣服 穿去清邁 睡不睡覺 睡不睡覺 其實差不多時間上船 我還是回去 我們現在到了HFT外面 7號貨房 對出的一隻郵輪 我就是上網 KK Day 就是138元 就可以去這個郵輪上 食自助餐 希望我沒有認錯這隻船 我怕待會換了另一隻船 完全不同 應該是這隻吧 這裡的一艘船 應該是這隻的 我們現在 原來不會上船 是要怎樣做 或者是你太心急了 就排隊可以上船 所以我們要先去 Rarehouse9 這個位置 先拿了票 然後我們才可以 再排隊上船 我發現了一件很驚人的 資訊 就是我看到我們上網 看到那隻船 剛剛準備賣案 即是不是剛才很美的那艘船 原來真的有幾艘船 發現有個問題 就是這裡很亂 又有這艘船 又有那艘船 原來都是船公司 只有兩個職員 在這裡排隊就可以了 準時7時45分上船 7時半是另一艘船 原來我剛才拍的那艘船 又是第二艘船 我們現在上船 他讓我們優先上船 這艘船就是我們現在問 原來他們有三層的 比剛剛那艘船還要大 這艘船也挺漂亮的 比剛剛那艘船更漂亮 希望我們可以坐甲板 坐露天的位置 打卡應該會漂亮很多 我們現在上船 我們去哪層呢 他真的安排我們上船頂 哇 哇 哇好正啊 露天位 這裡就是亞洲地 這邊就有湄公河 這裡除了剛剛那些食物之外 還有泰國的傳統點心 我們可以看看 二樓和三樓的食物 原來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三樓 其實我們一樣 是可以去二樓拿東西吃的 三樓就有這裡 可以見到燒大頭蝦 還有這個焗青烤 二樓就有壽司 和魚山 我們原來是可以到二樓 有冷氣的部分 但景觀最漂亮是三樓 二樓和三樓的價錢 是一樣的 剛剛就和船的職員傾過 所以就叫我們不要單單 現在只留在三樓吃東西 一定要到二樓走一轉 我們現在不如去看看 二樓有一部分 是和上面一模一樣的 就是三樓的熟食物 二樓的熟食物是一樣的 和二樓的職員 是入人的 回到三樓的座位 吃東西 我最想吃的是那個大頭蝦 它在外面 告訴我 是有這個人妖秀的 但現在還未開始 我們先看一看 它有一個 welcome drink 一杯 一杯 即是什麼 好 是碟豆花 加巴拿葉 我們現在準備看表現 聽到有聲音 我剛剛出去拿了食物 我不是拿了很多食物 暫時只拿了蝦 因為蝦好像比較吸引 先試一下 因為冷了 唱歌的人唱得很難聽 唱歌唱得很難聽 走音的 後面很好笑 好辣 好辣 真的好辣 它的辣汁 那個蝦的肉質都OK 蛋 另外還有鹽的青口 有沙 但質地挺滑的 不過有沙 Oh my god 很多沙 我還是吃蝦片 好辣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有很多人都在上角表演 超級美麗的 我覺得這裡的大頭蝦是最好吃的 其次就是椰汁糕 普遍的食物不可以說難吃 但是不特別好吃 就像在外面的快餐店吃到的泰國菜 反而椰汁糕就很好吃 很多食物過了一會就沒有了 所以很多人都搶的食物 差不多了 我再到處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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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次行程 138元就算是夠便宜 你說食物好不好吃呢 我覺得真的是一般的 你呢? 我也是覺得一般般 如果為了吃東西就不要過來 但如果為了看風景 還有在船上 便宜一下也是可以的 對 如果138元 你當吃東西是40元 然後看風景40元乘船 再給40元看人要表演的話 其實就很划算 對 如果你真的為了吃東西的話 就真的不值得 對 因為真的很普通 但也可以的 吃大蝦 好吧 我們走了 回家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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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我將會去到一個活化建築 尋找隱世的文青美食 有超多不同品牌進駐 看看有沒有東西適合你吃 之後會在同區實測隱世SPA店 享受熱油按摩療程 熱油按摩真的超級舒服 而且環境都很美 之後會再試一間 比美米芝蓮級平家巨型鮮蟹肉炒蛋 是本地人都大推的隱世小店 再試大麻茶飲店 喝完會是怎樣的呢? 密切留意下一集的內容 喜歡我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我一個DLS 留言、LIKE和SHARE